NBA常规赛拿1000胜太难了 因为很多球星1000场出场数都达不到 就算你胜率高达70% 你没有个1300场以上的出场数 根本没有可能1000胜 现役球星伤病多了 胜场因为抱团模式 常规赛60胜都难 未来更难实现 NBA至今也就三人实现常规赛1000胜 这三人都是何方神圣 我们来认识一下 第一位是帕里什 你不认识他很正常 因为他在NBA就是合格首发球星 但是这哥们运气好 生涯效力的都去强队 若不然也拿不了四关 他分别在勇士 凯尔特人 黄蜂 公牛效力过 凯尔特人时期有博德带他超神 97赛季有乔丹带领他打出69胜13负 当时帕里什场均就3.7分 真的是躺赢 他就是运气特别好 加上身体不错 能够熬 这才有了1014场胜利出现 第二位是贾巴尔 他拿下一千胜 其实我们并不觉得意外 他在NCA期间 就展现了惊人带队能力 NCA期间 那是豪取88胜两副战绩 在NBA不管是雄鹿还是胡人 贾巴尔都是绝对核心 在他带领下 一共6次帮助球队夺冠 他20年生涯就缺席过两次季后赛 胜场数一直很高 生涯1074场胜场 也是历史第一存在 最后就是邓肯了 他19年都是在马刺效力 1392场比赛赢下1001场 这真的是太稳了 他的数据不爆炸 但就是攻防稳定 而且巅峰7场 19年帮助马刺5次夺冠 他还是历史唯一一人一成的1000胜 说他是有史以来最完美舰队基石 一点不夸张 现役唯一有望拿下一千胜也就詹姆斯 其他人真的差太远了 詹姆斯目前是924胜 距离一千胜就差了76场 这几年胡人确实不稳定 但是只要詹姆健康 季后赛还是没问题 詹姆斯至少还能打两年 那么一个赛季赢45场左右 真没啥问题 那么两年后 詹姆斯大概率有一千胜 如果他都做不到 现役其他人就更别想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感谢观看